刑事警察局中部打擊犯罪中心 依據打詐嚴息小組情資 群線追查發現詐欺水房招募人頭担任公司負責人 並由特定記帳室協助生涉人頭公司 以開立洗錢帳戶 需由合作之詐欺集團在網路社群投放廣告 吸引被害人加入LINE投資群組 進而誘使被害人將投資款項賄賂指定帳戶 並承轉至人頭公司帳戶後 集團車手及假借工程款及貨款的名義 名貴大額提引詐騙账款 本案經報請台中地刑署指揮偵辦 於113年2月至4月間 陸續查獲去幫派背景之書信主嫌 及旗下水房成員道案 序於113年7月間 擴大清查記帳室及人頭公司負責人等集團成員 共計查獲犯險實事人道案 並查購手機、電腦、存責、金融卡、公司大小張 及不法所得786萬餘顏的張證物 清查被害人率51人 詐騙金額超過1億3千萬人 用以申辦洗錢帳戶制認同公司既有32家 權愛依詐欺洗錢防治法及組織犯罪防治條例等罪嫌 移送臺灣台中地方檢察署偵辦 刑事檢察局分析近年來假投資詐騙集團 多以虛擬貨幣或標股話術 誘騙被害人不斷入金投資 查決遭詐騙時財產已損失勝據 請民眾務必提高警覺 如有疑似詐騙電話或訊息之相關疑問 可撥打警政署165反詐騙諮詢專線 進行查證 稍慶 有消息 旋陣 嘉賓 全